大家好,春季特别适合摘种石虎兰 石虎兰摘种的质量的一般都是用树皮,特别是松树皮 那么用松树皮在摘种石虎兰之前 我们最好就是用上一种水给它泡一泡再来摘种 那么后期它浮盆长根的速度会更快 这就是成活率也会大大的提高 那么是用什么水来浸泡呢 这个水就是南军王 为什么要使用南军王浸泡这个松树皮呢 用买回来的石虎兰都要给它进行修根 还有一系列的消毒杀菌工作 基本上都是用多菌磷给它杀菌消毒 那么杀菌消毒之后呢 这个根系那已生存的南根菌就会被杀灭掉了 那么后期浮盘就会比较困难 而我们一般这个松树皮买回来之后呢 都要经过这个浸泡处理才能够摘种的 那么浸泡的时候呢 就可以加上这个南军王为这个松树皮补菌 那么我们大概就是将它稀释500倍 把这个松树皮放进去浸泡就可以了 大概呢浸泡一天左右的时间 因为松树皮啊 它需要浸泡比较久的时间 才能够完全的泡透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摘种了 像我这个的话就是呢 已经提前一天了浸泡好了的 然后我们再来摘种 松树皮里面呢 我还适当地加上一点这个活山石 来增加这个土的重量 以免呢待会摘种不稳 然后呢 种好之后我们可以在盆土表面呢 铺上一点火山石来作为铺便 而且呢火山石还可以增加盆土的重量 可以让这个石虎兰呢摘种的更为稳固一点 那么因为这个松树皮啊 我们是用上南军王浸泡的 那么根系呢在比较适合它 生长的一个这个土壤环境下 后期呢才更容易浮盆生根 摘种好之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101植物活力素吸食之后呢 来给它灌根或者是喷叶 为什么呢 因为101啊 它可以有效提升植株的抗性 而这个刚买回来的时候呢 它的植株抗性是特别差的 很容易滋生病虫害 而且这个101活力素啊 它还可以有效的激发植株体内的这个细胞活力 让植株能够加速生根浮盆 101的话 我们与清水按照1比1000的比例啊 对水稀释 然后呢搅拌均匀 拿来灌根就可以了 当然可以采用灌根和叶面喷湿 相结合的方式 大概一个星期使用一到两次就足够了 那么经过这样处理摘种好的石湖蓝 后期啊 不仅抗性得到很大的提升 而且呢植株更容易生根浮盆 恢复生长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